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讲 开启属灵的感官 我们人体有触觉 嗅觉 听觉 味觉 在属灵里面也是有这一些的感官 这一些的感受的 求神不但有我们身体的感应 而我们灵里也要有所感应 求神来开启 古希伯来人看敬拜赞美 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 敬拜是源于动词跪下 乃是由神推动的人 是神推动人的行动 是身心灵的和谐表达 这是敬拜 希伯来人看敬拜赞美 是连续性的动作 赞美跟敬拜是一起的 赞美是经过悔改认罪之后 放声赞美感谢 让我们更爱主认罪之后 全身心灵的赞美 人不认罪 那个罪在我们的里面 压住我们 我们是没有办法全心来赞美的 敬拜是信徒的命定 是我们的命定 透过敬拜来认识本相 透过敬拜来认识主 让我们除去拦阻 来颂赞直达宝座 靠着圣灵的恩高恩赐 领人归主 这是敬拜赞美的最高时期 最高的期待 敬拜赞美最高的期待 就是发生影响力 借着敬拜赞美领人归主 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28到29节 我们传扬它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解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的面前 我也为此劳鼓照的 它在我里面运用的 大能尽心竭力 我们敬拜的目的就是 把人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的面前 在诗篇42篇第7节当中 它就表达了 两大深渊的概念 在诗者篇这里说 你的瀑布发生 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红涛 慢过我身 他说深渊与深渊响应 前者表达神 深厚之爱 后者表达心灵深处 神的爱已经进到 我们的深渊 我们的心灵深处了 当神主动的呼唤人心 如同深渊与深渊响应 那个声势浩大 这里说波浪红涛 慢过我身 当这个深渊过来的时候 那个影响之道 然后这个声势浩大 信徒就会来尊荣神 爱神来赞美神 更能享受神 在神里面的安静喜乐 化为同心的赞美 为主做出爱心的服事 这才能越服事越喜乐 现在很多的传道人也好 弟兄姐妹也好 越服事会越痛苦 服事是喜乐的 我很希望我的团队 大家都非常喜乐 因为服事神变成一种负担 就不用服事了 那你要来审查自己 到底是什么事 让我觉得服事有负担 因为服事应该是喜乐的 我每一次要带团队 出去服事的时候 都很兴奋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 出外的服事 像下一次的服事 我就跟团队说 我们这一次是去看烟火的 我们这一次是服事 是去玩的 当服事完了以后 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赏赐 我们会更为喜乐 弟兄姐妹 我们的服事 要来越服事越喜乐 所以希腊人说 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宝贵的 包括被包装在 有形的躯体内 也就是我们灵魂都很宝贵 我们外面是一个肉体 肢体器官运作 按部就班 当信徒敬拜的时候 如果能够正确的发挥 视觉听觉 嗅觉 触觉 味觉 必能够讨神喜悦 这就是深渊与深渊 响应的奥秘 你如何能打开这一些的回应 这一些的感应 好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从一段圣经当中 我们来看神如何的来开启 我们属灵的感官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第一到第八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殿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简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沾我的口说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在这里我们来看到 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我见也就是灵性的视觉 以赛亚他看见了主 坐在宝座上 灵性的视觉 眼睛他仰望主 当神呼召以赛亚 做先知的时候 神赐给以赛亚 看见异象的能力 他看见了天上的宝座 他看见宝座周围的天使 沙拉佛 在主前七百四十年 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举国哀伤 乌西亚他早年通晓神的启示 他定义的寻求主 在圣经上说 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是 效法他赴亚马歇一切所行的 他通晓神的末世 他可以领受神的启示 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 乌西亚定义寻求神 他寻求耶和华 神就使他亨通 这个乌西亚王早年的时候 神是喜悦他的 可惜他的晚节不保 擅自夺取祭祀的位分 他往不顾 站至烧香 后来他的后额长了大麻风 非常的痛苦 一直到死 以赛亚呢 他是乌西亚王的亲戚 他是王亲国戚 他在皇宫中非常的慈祥 乌西亚王死的那天晚上 以赛亚非常的伤痛 因为他想这下完了 这下没有指望了 因为他一直靠着人 他一直觉得有人的势力 我的亲戚是国王 他就很骄傲 当这个人倒的时候 世界的王国都会过去 世界的宝座都会过去 唯有神的国永远不变 神让以赛亚看见了天上的宝座 那个宝座是永远的宝座 所以他在很哀伤的祷告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眼前一片明亮 他看见主神坐在宝座上 泰然稳固 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他见主的衣裳垂下 遮满了圣殿 他又看见沙拉佛 看见天使 各有六个翅膀 各自分工 两个翅膀遮脸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这一个圣殿的异象 打开了以赛亚的灵眼 肉眼只能看见物质的世界 而灵性之眼 却能看见灵性的世界 也就是属灵的境界 我相信每一个追求神的 都很渴望能够看到属灵的境界 先知以赛亚曾经为了乌西亚王 他改革了宗教 他非常高兴 欢欣鼓舞 但是如今 他不再仰望肉身的王了 他不再去靠人的势力了 乃是看见永活的救主 主耶和华的政权 才是永世无疆的 哈利路亚 神是没有疆界的 大卫他曾经祷告说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必将我的脚 从往里拉出来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五节 这里说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必将我的脚 从往里拉出来 你的一个脚踏进去 这个陷阱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网螺 就是有人掉进陷阱 有一个网子把它拉起来 就是全部陷在整个的网里 大卫这个脚已经陷在网里了 神把它拉出来 因为他仰望主 所以仰望主乃是敬拜的关键 表明谦卑的态度 仰望是从下往上看 从低处往高处 不再看人看物 看地位看荣誉 乃是看永活的主 也就是我们的眼目 开始慢慢地要来绕过地上 要来仰望天上 仰望能挪走我们的骄傲 物质负担等等 仰望能够挪走 残雷我们的罪 仰望是朝着救赎主的方向 放下自我 让主登上我们心灵的圣殿 让主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 我们要来学习仰望 学习仰望神的荣美 你就会除去一切在你的里面所有的残雷 像大卫一样 他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 耶和华 我们此刻就用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叫做 我抬头仰望 在我们上课的当下 闭上你的眼睛 把你的头抬起 说主 我仰望你的荣美 而是由我的灵里来仰望你 我抬头仰望 我侧耳聆听 我举起双手 来赞美你 我宣上我神 我摆上我心 我宣上我灵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 我抬头仰望 我抬头仰望 我侧耳聆听 我举起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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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上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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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拜你 我宣上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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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拜你 我宣上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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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无人 有你千万分之一 你是神 我为一生 世上无人 无人相依 别无他人 能与你相比 世上无人 有你千万分之一 你是神 我为一的神 你是神 我为一的神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仰望你 仰望你 我抬头仰望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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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主 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 是朝着你的方向 我们才能放下自我 主 让你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 谢谢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来看第二点 灵性的听觉 灵性的听觉 聆听神 以赛亚看见沙拉佛 彼此呼喊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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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听见天使的声音 而且明白 感谢主赐给我们听觉 以赛亚不但听得见主的荣光 他还如同老约翰那样 靠着主能聆听奇妙的声音 众天使翱翔 伴随着欢呼 圣灾 圣灾 万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 充满了全地 而在原文的句型里面出现了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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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的天兵天将颂赞主的圣洁 圣灾就是圣洁 全宇宙都充满了主的荣耀 英文的Holy Holy 是圣洁 圣洁 这边含着圣洁 整个的天上的宝座是圣洁的 这一种的圣洁对于神的本性 同等于神圣 就是神圣的 一旦圣洁之主对罪人发生 神发出声音来 人会从世俗被分别出来 你听到神喊你 Holy Holy 你是Holy的 你应该是圣洁的 你的耳朵听见了神的呼唤声音 圣洁的主对罪人的发出的声音 你会从世俗中分别出来 所以圣经十分强调聆听的重要性 耶稣教导门徒说 反复的教导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在世福音书当中 我们常常听到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这样的句型 意思在教导他们聆听而遵行 罗罗说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证明听的重要 失去听觉 就像失去与周遭人 以及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联系方式 同样 当我们失去灵性的聆听能力 照样会失去和神的通畅的关系 因此在启示录中 多次呼唤七个小亚西亚的教会 要他们打开耳朵全心来聆听 也是圣灵所思的话语 有耳的就应当听 但愿参加敬拜赞美的每一位神的百姓 但愿我们每一位参加培训的同学 要来抵抗来自撒旦干扰的杂音 不要去听这些世俗的话 保守自己的灵性听觉的能力 不要藐视主的道 对逆耳忠告 不要一耳进一耳出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赞美的话 谁喜欢听唠叨的话 更不要只喜欢听奉承舒服的道 有的时候听讲道 那个道讲得很刺耳 就好像讲到了你的痛处 你就会把耳朵遮起来 就不愿意去听真实的话语 我们不要听什么 不要听假的声音 那是假的 我们实在需要安装一台什么 灵性的助听器 让我们能够撇去一些的杂音 听到神的声音 聆听神的道 而且牢记在心中 使我们的生命每日不断的更新 耶稣说 他认得他羊的声音 耶稣也说 他羊也认得他的声音 每逢我读到耶稣说 他认得他羊的声音 我就非常的感动 如何能够让主认得我们的声音 我们就是常常的向他来祷告 常常的跟他倾土 常常的来跟他说话 久了就认得我们的声音了 来我们看第三 灵性的触觉 触摸主 在以圣亚书六章第四节那里说 因呼唤者的声音 门杆的根基震动 神的荣光显现伴随的现象 就是震动 能量释放的现象就是震动 你能够清楚的来领受到这个震动 耶稣多次触摸各种人 也被人触摸 这些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肉体盟主的医治 神来触摸到我们的肉体病的医治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三节 有大麻风得接近 彼得的岳母热烧退去 耶稣一摸他 彼得的岳母的热烧就退去了 血肉的妇人摸主的衣裳睡子 立刻洁净 血肉的妇人伸出手去摸主的衣裳睡子 他主动的要来触摸耶稣 这个动作主动的触摸 从自然界啪进入到超自然界 那个能力就从那一伤睡子释放出来 你有那个信心来触摸主 你有那个信心你就要觉得一触摸到 哪怕是一伤睡子都能够得医治 这是个极大的信心 这个信心启动你从自然界进入到超自然界 瞎眼被主触摸得见光明 瞎子巴迪迈耶稣问他说 你要什么 巴迪迈就说我要看见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地告诉神 我要什么 当神问你的时候 巴迪迈只有一个心愿 就说我要看见 神立马让他看见 所以感谢主 第一个是肉体方面被触摸 第二是我们的灵性方面被触摸 比如说那个多玛 他不相信耶稣复活 他因触摸主 他所有的疑惑全部散去 多玛很有名的就是他摸到那钉横的手 老约翰向信徒介绍主耶稣的时候说什么 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耶稣基督曾经有血有肉的活在门徒的中间 如今虽然主已经复活升天 但是借着圣灵 他生命的实际 我们仍然可以清晰的触摸到 可以每时每刻的经历到 我们每一次在琴雨炉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主啊触摸我 我们常常参加国外的聚会 他们常常听到的一句就说 Touch me Lord 触摸我 我渴望被你触摸 我知道被你触摸之后 我的病就好了 被你触摸之后 我就得安慰了 那个灵里的触摸 那我们的灵要先来打开 求神来灵里的触摸 基督教的信仰难是蛮要生命的 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 只停留在书本上 对生命的主的敬拜 也不仅仅是一套礼仪而已 不仅仅是一套模式 耶稣对井旁萨玛利亚夫人 所讲的敬拜之道 就是要告诉我们 用我们的灵来敬拜 我们就会被他来触摸 耶稣告诉萨玛利亚夫人 跟他说话的时候 萨玛利亚夫人就被 他话里的灵被触摸到 耶稣知道万事 他知道他的事情 他一讲 他就被触摸到了 要用灵来敬拜 在圣灵里来敬拜 渴望触摸主的人 务必要把自己来分别为圣 你忍心让神触摸到 一个不洁净的器皿吗 要被神来触摸 可慕被神触摸 先要来解禁自己 过圣洁的生活 在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 这里说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 从巴比伦出来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扛台耶和华的器皿的人 物要自洁 所以读神的话语 常常常的要来警醒我们 他就说 你们扛台耶和华的器皿的人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些敬拜者 这一些代祷者 我在十几年前 有一位牧者给我祷告 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他一给我祷告 他就说 你是个台约柜的 我吓一跳 因为台约柜就是立委人 就是祭司 就是要献祭的 他说你是一个台约柜的 我常常以自己是一个台约柜的人 要来警醒 在各样的事上要来小心 触摸主绝对不是一件轻忽而行的事 大魏他要把约柜接回来 他的同工乌煞 伸手扶约柜而被击杀 成为历世历代的一个警戒 先知以赛亚经历到这场特殊的敬拜的时候 他深感到自己是一个口舌污秽的人 他说我灭亡了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他说我又看见大君王 我又觉得自己嘴唇不洁 在这个原文中的嘴唇 特别指说话的器官嘴唇 嘲笑讽刺 是谩骂咒诅和抱怨皆由此而出 因此雅各他发出了警告 在雅各书三章十节十二节这里说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这里讲到 我们的嘴既是要去敬拜神 就应该常常的醒茶 求圣灵光照 常常的认罪悔改 努力要活出里外合一 我常常说 我灵魂体都要敬拜你 也就是我的里面跟外面要来合一 所以如此献上敬拜 才是神所悦纳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自觉 能够分别为圣 由此我们警戒每一位敬拜的器皿 带导的器皿 我们不是说我教你们我就好 而我们是彼此都要来互相的警戒 第四 灵性的味觉 灵性的味觉也就是嘴跟口 品尝主的滋味 言语是经过心思传译出来的 所以需要洁净 许多的假先知 他不是启示的错误 而是领受解读的错误 天使用红炭沾以赛亚的嘴 这个滋味使以赛亚难以忘记 那个炭沾你的口的滋味 把嘴都烫破了 他说红炭沾了他的口 人类的味觉主要有五种 咸甜苦酸和鲜味 这个嘴唇最为敏感 火炭沾嘴唇 人都不会乐意接受 当神用红炭接触到罪根的时候 当这个红炭接触到这个罪根源的时候 人会饱受罪中之痛苦 但是人也会受到赦罪后的甜美 就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 因为没有被神来接近 你的嘴唇是被一些苦啊 酸啊被一些的别的味道 当你被接近之后 你就能尝出主恩的滋味 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这里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我看了一本书 一位曾经领导 属灵大复兴的 一位叫芬妮牧师 他认为 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不是要我们很含糊 很笼统地认我们的罪 神的道有苦味有色味 能叫人知罪悔改 从而产生远离罪的渴望 有的时候 那种很不想被罪沾染到的 是一种渴望 就是你不想被这些所污染到 我们靠着圣灵来保守 在神甜美的话语的滋润中 来成长 在耶利米书这里说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明的人 就是我们称颂主明的人 被灵粮滋养的人 乃是尝到了主恩的滋味 在敬拜当中 我们更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 尝到与神同在的甜美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认罪 耶稣曾经教导人进入敬拜的原则 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 献礼物的时候 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恨 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不要去献祭 先要与弟兄和好 再来献礼物 你通告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地和他和好 这才是神所悦纳的计 如果你不和好 就会被交代审判当中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 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 欠债和怨恨都是真实敬拜的拦阻 你欠别人的和你恨别人 你都不能实在地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学会放下 要学会来释放 释放心中 何必为了恨人 而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 这是非常划不来的 无论是财物还是人情的亏欠 或者是恨人 都要在敬拜前要处理好 不然在敬拜的时候 很难得到平安和喜乐 神也会在敬拜的时候 来释放我们心中的压力 把真要倒出来给神的时候 神会来提醒我们 会来安慰我们 而且祂会来提醒我们 对祂的亏欠 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 当你对人不舒服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服侍 真的 那是亏欠神的 我们再来看灵性的嗅觉 哇 讲到闻了 灵性的嗅觉 电充满了烟云 这个Chikina出现的现象就是 云柱火柱 神荣耀的云彩火光烟云 是可以闻得到的 灵性的嗅觉是敬拜必须的要素 神喜悦新香的气味 他愿意接纳信徒献上的新香的贡物 我们来看在创世纪第八章第21节 耶和华闻那新香之气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 也不再按着我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 神期待挪亚出方舟献祭 神闻到了 神闻到了所现的香气 神也期待他的百姓能闻到基督的新香之气 神是香气的来源 我们要发出香气来荣耀神 在圣经当中神告诉他的百姓 在以西节书20章第41节 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向新香之际 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 这个香气是神悦纳的 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 香气是分别为圣的人 如同献上新香的祭 这香气就是敬拜主的圣洁 保罗说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是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新香之气 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 如基督爱我们 这新香之气是从彼此相爱而来的 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 成为新香的贡物和祭物献给神 有一位作者写道 有一次去访问社区的一个教育中心 那随行的中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大楼管理员 他没有直接走进教室 而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个厨房 他看了看厨房的煤气炉 指着煤气有泄漏的地方 请主人赶快修好 这个主人很惊讶问管理员 你是如何的知道这个煤气漏气呢 因为只有一点点 他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说 我一开门就闻到了 所以这个气你不要看 只有一点也会闻到 鼻子好的人都闻到了 但愿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像这位管理员一样 敏锐灵敏的灵性的嗅觉 能够闻出来分得出来 是世界的世俗之气 能够远离危险诱惑试探 也能够闻到基督的新香之气 感到喜悦感到满足 但愿我们都能够熟练运用神 给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用全心用我们的灵 真实的来与神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我们说主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配得一切称颂的 哈利路亚 当我们在赞美的当中 神就要打开我们各样属灵的感官 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听见 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天使就与我们一同的敬拜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你拆派天使 保守我们同学每一个家 在我们同学每一个住的地方 安营安住 拆派天使来保护我们 谢谢主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